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接着跟大家讲一个在这几天热到上天的一个这样的话题 就是说中共坚持改革开放 关键在于体制 大家都知道在这几天里面有关北京政局的问题 高层人士安排的问题各种传言可以说是万天飞舞 真真假假里面我们无从辨别 但是我始终里面为什么对这个所谓的政局的变化 那些人士的升降传闻那些东西呢 我一般来说不去作评论呢 就是说我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几年来 那个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呢 我就觉得我们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呢 关键是在于体制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令到中国社会由一个一共二百的边缘 在短短三十几年当中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它是由一个1978年12月的时候的中共十一届三东传会 那段结束了阶级斗争违纲的左的路线 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因此令到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得以极大的解放 然后整个社会他们创富的积极性 得以很大的提高 然后在整个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由于对外开放 然后引进了美国西方发达国家 他们的资金 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观念 包括市场经济的观念 法治的观念 知识产权的观念 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等等 然后中国在它的角力里面成长起来的时候 由国际分工当中 它形成了世界最强大的工业体系 和最齐全的製造业部门 加连密尾的中国商品走向全世界 令到全世界有127个国家 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有70多个国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形成了资本市场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个就是对内的改革 对外的开放成功的经验 其中对内的改革里面有必要去讲讲 对内的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 终止了阶级斗争为光 在政治上 然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思想上 就结束了当时所盛行的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和对华国锋短暂的个人崇拜 批倒了两个凡事 确立了实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这样的原则 同时在中共 1981年的6月17日 那个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 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 提到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那么这些规定里面 也都是令到他们能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另外在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 就提到社会主义有市场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和计划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赤 所以中国也从此走进了市场经济的快车 所以在过去阶级斗争违纲的年月里来说 只是强调一大二公的国有企业 私人企业里面是不允许成立的 哪怕是农民 养多一只鸡 养多一头猪 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私有制的尾巴要割尿的 那时候张春桥之类的极左派就鼓吹 你不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但是改革开放就不同了 这个来说是 除了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之外 他还鼓励民营企业大中小微的私营企业的发展 所以发展到今时今日里面 中国的私营企业已经占国民经济比例的50% 占国家税收的60% 占科技创新的70% 占就业承载的80% 占这个新开设的企业的90% 就是5、6、7、8、9 这些都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 然后带来这个成果 但是改革开放不是说这个十全十美 它也有它的毛病和这个偏差 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偏差是什么呢 就是只搞了这个经济体制的部分的改革 没有进行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所以前总理温家宝在他最后一次的人大记者招待会里面 曾经五重心强地说过 如果只是搞经济体制改革 不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这样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会得而伏失 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也会有机会重演 那么我们在中国里面来说 近十年来的发展 就看到了这些苗头了 特别是现在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 在10月16日 举行中国共产党的 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恰恰在这个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 你看一下正部级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连发三战 一篇文章就是为闭关锁国翻案的 一篇文章就是重新鼓吹阶级斗争的 一篇文章里面就是为义和田的盲目排外 说成是正义之诗的 此外在内地的舆论场里面 还有为人民公社平宫摆好的也有 说上山下乡的政策 这个是正确的 贴这些标签的又有 公开里面 事隔三十一年 竟然闹身去问 改革开放要问性舍性知 共产党的问题又提出来 另外也有些人公开叫嚣里面 美国就是敌人 有些人还说 中国和美国西方国家之间 今后不可逆转不可改变的主要形态 就是冲突 脱勾乃至战争 所以中国要做全面的战争准备 去叫嚣 甚至在八月初 美国众议院院长里面 佩洛西访问台湾 对中国进行一个政治挑衅的时候 有些人不是在政治上 在舆论上加以抨击 而是反过来鼓吹什么 要伴飞 要击落 这样去挑逗中美之间的战争的爆发 所以这些是极了的东西 一连串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流 而是黑云压城城欲吹 所以人们不禁要问 到底这些极了的思潮 这么细统 这么全面 他们想将二十大之后的中国 引向何方呢 所以我就认为 在这个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 不管是谁去掌头 都要按照中共 这个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到的 那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 就是说对过度集中的权力 要进行监督制约制衡 因为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权力产生负败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负败 如果我们不对这个绝对的权力 进行限制 进行制约 进行监督的话 他很容易会走向反面 那些权力过度集中 人质 或者个人崇拜这些老毛病 就会重新沉渣发起 甚至主导整个思想界 到头来说 整部国家机器 就会失去了自我抖创的机制 就很容易会对形势误判 然后里面採取了错误的战略方针 以后会形成了一个颠覆性的历史错误 给我们国家和民族 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所以这些都是说 作为我们在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中 取得成就的同时 也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要对政下药有的放置 去加以去改进 就不是对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进行全盘的否定 搞极了搞倒退搞復辟 回到阶级斗争违光 计划经济 这个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 就不是回到那个回头路 所以我们认为 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失误是什么呢 教育 医疗 养老 这三样东西 在世界一百九十几个国家当中 人家绝大多数都是把这些东西 作为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之后 为全体公民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产品 这些是国民的福利 但是我们在四十几年来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又是有些正路不走就歪路 一切向钱学的指导下 就将这个教育 医疗 养老 这些东西 搞成了所谓的创修产业 令到里面 这个亿万的老百姓里面 又看不起病 上不起学的 安不了脑的 这些就是违背了改革开放的初衷 所以这些也要加以去糾正 总之来说 改革开放正如1805岁的中共元老宋平 最近所说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有之路 也正如人民日报最近的标题所说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义一招 所以我希望中共的二十大能够开成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这样的党内会 令到二十大之后的中国依然是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 来到大步向前 令到我们的国家能够是长治久安 在过去四十多年来 做得正确的改革开放那些部分要坚持 要发扬光大 而有偏差的做得不足的那些 要去补救 要去糾正 这样的时候 令到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来说 将中国无论是在经济的市场化 发展到社会的多元化 然后政治的民主化 真真正正令到国际社会 认为中国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是世界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促进者 这样的时候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形成所谓的人类民民共同体 多谢各位